來,那我們來講作業要怎麼繳交 首先,第一個 請存在STL檔 STL檔,然後存在你們桌面 好,這樣我就直接存在桌面 然後還有,跟上次一樣,請share你們的link給我 然後呢,自己傳連結給我 不是直接打我的帳號,然後把東西share給我 我不要這個,請直接給我連結 好,這是第一個 那,作業一樣,STL檔,還有這個 那接下來呢,我們在課程 網頁 有看到別人分享的一些他們自己的作品 學生作品這邊,可以看到 同學他們做的東西 然後呢,這個東西,變成360度 好,這個要點嗎 好,來 這個 那我們可以,就是把它簽到自己的網頁、網站 然後,或者是自己的FB 然後來看說,啊我今天畫了什麼東西 然後就覺得,嗯,心情很好 好,來,那我們現在跟你講,你要怎麼用這個 好,來,首先呢,在這上面打 SketchFab,好不好 進去 你會找到第一個,好不好 那你的圖,就可以 放進去 那,首先,一樣申請個帳號 那,因為我這邊已經有帳號了 所以我就不用 點選這邊Upload 然後我剛剛畫了椅子,對不對 來,來,它 看一下,注意看一下這邊 這裡有它要求的檔案 我們的話是STL 那其他的話有 一些不同的3D軟體他們輸出的檔案 那那個,你們之後的學到再看 好,來,那總之呢 我們現在回到桌面 然後剛剛的檔案在這邊 選擇 Continue 好,它就上層上去了 在這裡 好 一樣,你沒有辦法設 紙人 好,然後這裡請幫我打 詠春高中 等一下 好,班級 然後,左號 可以嗎 然後這裡呢 打一下你設計的椅子的名稱 好不好 然後接下來按Continue 那你的檔案就上了上去了 然後呢,你就可以在這裡面 看到你自己的椅子 好,來 那,首先 為什麼要放上來 第一個,你的檔案可以讓人家看到 第二個,這裡 現在大家都在玩VR嘛,對不對 你們如果用手機看的話 就可以看到VR,好不好 好,來 那這裡我們可以來 調整一些內容 看一下喔 看一下喔 像是這個背面 其實我們覺得有點無趣 好 這裡就可以調整 好 看一下喔 好 挑一挑 挑一挑 挑整它的環境 然後呢 好,這個就不用 然後VR VR的話 你人在這邊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應該是怎樣 然後你也可以 挑整 好不好 人和椅子的比例 可以嗎 然後還有什麼東西呢 看一下喔 好 家裡連環境都會有 好不好 看一下喔 Metros 這裡啊 這裡因為 大家沒有素材 所以這個地方就不要 看一下 它這裡有 哪些東西可以讓你們自己用 好 沒關係 如果不設定就算了 總之呢 你把東西放上來之後 然後 然後 x 出去 然後 出來這邊 好 然後呢 請 你要作業腳腳的時候 來 unpublish 請把這個連結 一樣 email給我 好不好 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 不是email 腳到桌子 腳到去 所以我們這次總共有幾個桌子 要腳腳 我們這次 一個桌子 總共有幾個東西要腳腳 第一個 你的stl檔 你的stl檔 第二個你share的這個連結 第三個 sketch5這個 好 那如果你自己以後 覺得東西不錯 你就直接share到你fb啊 什麼的 好 你高興的地方 可以嗎 好 那是